这期视频来介绍一下很多人都关注的中银香港的开户过程 为了让大家直观的感受到中银香港它在行业里的特色 我把中银香港比作港卡当中的大众情人 什么意思呢 大众情人就是大家都喜欢 就像中银香港它的这些功能能够满足大部分人的需要 同时呢大部分人都可以拥有 因为现在中银香港开户是挺容易的 只要你人在香港是比较容易零成本 开下这个账户的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中银香港 中银香港它是中国银行在香港的子公司 是2001年的时候 由中国银行它的十几个附属银行以及机构 合并而成的一个银行集团 然后2002年的时候在港交所上市 也成为恒生指数当中的一个权重股 那中银香港呢是港币的三大发销行之一 同时呢它是香港唯一的人民币结算银行 由此可见它在行业当中的重要性 那对于我们个人用户来说有什么价值呢 首先就是如果你使用中国银行汇款到中银香港 或者从中银香港通过中银快汇汇回大陆 它的这个成本非常的低 速度非常的快 有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做到零损耗 而且你到了香港的钱 可以很容易的通过中银香港进行消费 比如说通过它的BOC Pay 在香港或者大陆直接来刷二维码进行消费 所以我说它是港卡当中的大众情人 那为什么有的人去香港开户就成功了 有的人就失败了 正确的开户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呢 以及有些人关心怎么用中银香港来购买港股美股 这是一个好选择吗 这期视频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开户的第一步是你在大陆就要完成预约 这个预约的网址呢 我会放在视频的说明里 你也可以自己去搜索 这个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的 如果你完成了预约 那你开户的成功率就已经达到50%了 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做这一步 导致他开户变得非常的困难 进入这个网站之后呢 选择身份证 开户的类型选择一般账户 然后继续 在这里呢 按照要求填写你的姓名 你的电话以及邮箱 可以使用中国的手机号 然后预约的方式呢 你可以指定我就要去开这家分行 然后再去选择时间 也可以先选定你要开户的日期 然后再看看有什么分行可以选择 建议你先确定时间 再选择分行 用这种方式 我们看一下能够预约什么时间 我做这个视频的时间呢 是10月19号 是个星期四 那能够约到最早的时间 是这个周六 最晚的时间呢 是下个周日 所以说你可以提前一周 然后来进行预约 就差不多了 但如果你要赶到长假 比如说春节啊 十一啊这种 那你就要再提前去看一下 那比如说我就预约下周五吧 然后这里呢 就能够选具体的时间 比如说我就想早上九点钟 一大早就去排队去开户去 那分行的区域呢 你可以选一下 比如说啊 我们选择邮件旺区 很多人都喜欢在这里开户啊 然后可以选具体的分行啊 你看邮件旺这里现在是没有 说明就已经被约满了 那我们换一个区域 比如说元朗区 这个区域人就是比较少的 看一下啊 这里有三个分行可以约的 比如说我们选第二个 元朗青山道分行 然后可以查看一下地图 在这里呢 就直接把这个位置给显示出来了 你也可以把这个分行的名称啊 在谷歌地图或者百度地图里 直接进行搜索 然后你就能找到这个分行了 然后填好验证码之后 点击递交就完成了预约了 那你如果预约成功了呢 就会收到一封邮件 这个邮件就会这么写着 告诉你已经完成了某某分行的预约 然后在这里啊 大家一定要仔细看 他告诉你说你需要带一些文件 这些文件呢 是需要你在大陆就进行准备的 比如说这里呢 有这个港澳通行证 你的身份证 这些呢都没有问题 你去香港肯定就会有嘛 底下的这些 你一定要注意 一个呢就是你的收入证明 这个呢就需要你在公司提前的开一下 第二个是账户用途 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先想一下 你开这个账户主要是用来干什么 比如说你是想用它来投资港股美股 然后你是想来买香港保险 还有最下面这个就是你的住址证明 你看他写着是 最近三个月内的 由政府公共机构或者银行 发出的这个账单 结单都可以 只要上面有你的姓名 有你的地址 由这些权威机构 出具的这样的文件 就是地址证明 最简单的就是 银行发的这个信用卡账单 就能够作为地址证明 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呀 那要准备这些东西太复杂了 我身边就有人是什么都没准备 直接还是walking 就进去开户成功的 但我想说的是 我们大部分人去一趟香港 是比较麻烦的 你说的这种情况 当然是存在的 但是他既然银行要你提供了这些材料 你就还是提前准备一下 因为这样比较保险 你都准备好了 那银行他能够拒绝你的理由 不就小很多了吗 所以这个还是建议你在出发的时候 把这些都准备齐全 去的时候银行不一定都能用得到 但是他有权利要求你提供这些东西 因为他在邮件里已经都告诉你了 那当你把这些都准备好了 预约也都完成了 那你现在就可以从容不迫的去香港了 到了香港之后 你可以根据预约的时间 提前个五到十分钟 就去网点 然后找到这个网点的大唐经理 在香港呢 他不叫大唐经理 我看他那个员工牌上挂着的那个称呼叫做数码大使 这个名字还挺可爱的 他会指导你进行手机银行的开户 那在去之前呢 你最好先把中英香港的APP以及那个BOC Pay这两个APP都给下载下来 其实你去网点那边也有WiFi也能下 但是你先下好之后你这样动作会更快更从容一些 然后这个数码大使呢会指导你进行开户 你根据他的要求来完成就可以了 我就不用说太多了 你就以银行网点工作人员给你的指导为准 然后开完户之后会带你去客户经理那里 客户经理呢会对你进行KYC 就是说问你一些问题了解你的一些底细 尤其是你这个资金来源到底是不是合法合规 是不是完税的 因为银行呢他最怕收到来源不明的钱 所以他就会问你你的资金来源啊 你来香港开户的目的啊 到底你说你想去买港美股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 他会验证你说话的一个一致性 如果你的回答本身没有什么逻辑性上的问题 而且你表现的也挺正常的 那客户经理他是没有理由来拒绝你的开户的 我在开户的时候是看到几个被拒绝的 但是呢都是因为没有预约 有大概两三个吧 就是想直接来网点开户 然后问这个门口的数码大使 数码大使就说 那我们现在客户经理都已经约满了 今天没空 你得提前进行预约 这些就是没有成功的 所以说提前预约是非常重要的 开户的过程呢 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吧 时间还是比较久的 感觉这个客户经理是比较辛苦的 所以说香港的这些银行 他其实不太愿意去开一些这个散户呢 因为很难给银行带来价值 但是祝银香港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们应该业绩压力不算太大 活得应该还比较滋润 因为他们的这个客户经理呢 并没有说来给我推销什么银行的理财产品 或者保险 就他们没有那么强的销售的行为 还比较佛系 就是你爱买不买 然后你想来管我咨询 也可以咨询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跟他呢 这个一个半小时里呢 然后就是聊聊天 聊聊我的工作 聊聊他的工作 是吧 让他其实知道啊 我给开户的这个人呢 是一个正常人 他的这个钱呢 是放心的 是合法的 是没问题的 其实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也挺愉快的 所以整个这个中银香港开户呢 给我的感觉还是挺好的 然后开完户之后呢 立刻就把卡给我了 拿到卡之后呢 是需要去那个ATM机上 进行这个设置密码 以及激活的 然后你呢最好带上一些钱 比如说带个一千呢 一万港币 然后现场呢 通过你ATM把钱存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开开心心的 拿着这张中银香港的卡走了 那就恭喜你开户成功了 开户成功之后 你就可以使用中银香港的证券投资功能了 也就是用它来买港美股了 那这个功能怎样呢 我来给大家实测一下 打开中银香港的APP 每一次打开这个APP都是非常的慢的 在香港其实还好 在大陆呢就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网络限制吧 其实并不是每一个香港银行的APP都这样的 中银香港的APP呢 你用就知道 不算好用的 进去之后呢 点击投资 点击证券 中银香港是默认给你开了港股的权限 但是如果你要买美股的话 需要单独的开一下 那如果你想去买什么股票呢 比如说就想买中银香港这只股票 点击进去 需要过好几秒 它才能刷出这个交易的页面 如果你想买入卖出的话 就在这里进行操作 这里也有一些信息 但是都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 用互联网券商 来进行股票交易 是一种什么体验 就拿我用的最多的浮屠牛牛来说 你看打开之后 没有任何的延时 直接就进入了 然后你想买什么股票 比如说这个洛克希德马丁 点击进去 立刻你看公司的情况清清楚楚 在这里呢 还有关于公司的评论 资讯 公司的财务情况 如果你要交易的话呢 就直接点击交易 买入 你看整个的过程非常的丝滑 这个就很直观的展现了互联网全商跟银行之间的区别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它具体的费率是怎样 那视频的左边呢 就是中银香港的收费标准 这个手册呢 是你开户成功之后 中银香港它会给你的个人业务的一个收费清单 里面就有这个证券的收费情况 右边呢 是互联网券商浮屠扭扭的收费情况 都是针对美股的 因为现在大部分人感兴趣的还是美股嘛 那我们具体看一下它的明细 你看中银香港这里 它的这个经济佣金呢 是美股是0.02刀 那浮屠牛牛对应的 它是佣金是0.0049刀 那如果说把平台使用费给加上的话 相当于0.01刀 那不知道中银香港它有没有收这个平台使用费啊 就算它没收吧 那相当于中银香港它的这个费率呢 是浮屠牛牛的两倍 那同时呢 中银香港它也有一个最低的费用要求 单次交易一笔呢 最低收的是16美元 对应的浮屠牛牛呢 加起来啊 佣金最低的费用 以及平台使用费的最低的费用 加起来是2美元 相当于中银国际它最低的费用是浮屠牛牛的8倍 那这里呢 其实只是对比了美股的佣金部分 还没有去对比其他的费用 由此就可见这个银行跟互联网券商之间 它们的差别真的还是挺大的 那浮屠牛牛呢 在你去香港之前 其实就可以完成开户 开户的教程呢 我也会放在视频的说明里 你可以自助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开中银香港这个账户并不难啊 大家只要在大陆的时候完成它的预约 准备好相关的材料 那实际上我去开户的时候 它是看了我的收入证明的地址证明 但是倒是没有看啊 但它对这个资金来源是比较重视的 以及你去开户的时候表现的要正常一些 你是能够把这个账户开下来的 那如果你对海外银行以及券商啊 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加入电报群一起交流 我会放在视频的说明里 好了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